我叫孙飞,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娇妻,从小练武的她不仅肤白貌美,还是个床上游雾,每晚都能掏空我的身体,按理说,能娶到苏柔这样的女人,我绝对不可能出轨才对,但是,我曾经背叛过她,故事要从三年前说起,那年我二十四岁刚结婚,社会阅历还不够,太容易被诱惑。 当时公司的老板周峰,请我去她家做客,谁知她把我冠个半醉后,竟然安排我和她的漂亮老婆睡在一起,也许是年少轻狂,征求了老板娘的同意后,我和她发生了关系,等到第二天,老板拿着视频威胁我的时候。 我才后知后觉,她的目的是我的妻子,苏柔,为了不让苏柔陷入周峰的魔掌,我辞去了工作,带着她从广州搬到深圳,将所有的联系方式全部更换。 这三年来,我跟苏柔平安无事,有时梦里惊醒,我也在庆幸,也许周峰已经放弃了吧,但我做梦也没想到,就在妻子去广州出差的第二天,她遇到了周峰。 那晚我突然收到了一个陌生的好友申请,我没有细想,顺手通过,刚通过,对方就发来两张图片,第一张图片是在KTV照片里的苏柔,醉眼迷离,穿着低胸短裙。 正被几个男人举着一瓶洋酒往嘴里灌,那些男人的脏手正在她衣服里到处揉捏,第二张图片更让我如遭雷劈,烂醉如泥的苏柔玉铁横沉躺在沙发上,短裙被掀到了腰间,钉字库也被扯到膝盖,旁边的周峰正得一扬扬笔V字拍。 两张照片让我如遭雷劈,周峰把苏柔灌罪的目的不言而喻,尤其是第二张,我简直无法想象,现在的苏柔面临什么局面,是不是已经被周峰赤干抹净了,是一个男人还是几个,他正被摆弄着什么姿势,就在这时,周峰又发来消息,孙飞三年前欠的债还记得吗? 你老婆我笑那了。 我急忙给周峰拨去语音,却提示已被拉黑,这时我的手都是颤抖的,又给苏柔打电话,关机,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楼的,也不知道是怎么开着车行驶再去广州的高速,我只能不停地给苏柔打电话,期待能有打通的那一刻,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明白,不管做什么,现在都已经晚了。 也许这时候,苏柔正被周峰和其他男人肆意玩弄,想到那不堪的画面,我咬牙切齿,对摄方向盘就是一拳,周峰,别让我抓到你,否则我一定会杀了你。 但刚下高速,我的电话响了。 是苏柔打来的,老公,对不起,我今天一直开会,准备洗澡才发现手机没电了,你有什么事吗? 令我没想到的是,苏柔一点都不像喝醉的人,而且,话筒那边也没有杂音,应该是在酒店,而不是KTV,我一个急杀停在了路边,这是怎么回事? 但是,难道那两张照片不是今天拍的,我小心翼翼地试探苏柔,没事,就是你出差两天了,有点想你了。 电话里的苏柔轻笑一声,话音中也多了一丝柔梅,我还不知道你想做什么,等我回去好好伺候你。 就在我准备让她给我发视频时,苏柔却突然惊呼一声,声音也开始断断续续,嘴里像是含着什么东西,老公,我先洗澡了,你早点睡。 说完就挂了电话,看着西平的手机,我犹如五雷轰顶,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只觉得头顶绿油油的冒光,苏柔刚才明显不正常,那种喘着粗气的语气,只有一种情况才会出现。 他身边有男人,在他打电话的时候向他发起了进攻,甚至可能不止一个男人,苏柔并不是被灌罪后飞离的,他们是肩夫淫妇。 我内心深处对妻子的担忧转化成一股恨意,我要把这对狗男女捉肩在床。 我把手机摔到副驾,驱车直奔四季酒店,这是妻子公司的协议酒店,他每次出差都住这里,这次也不例外,我在酒店门口买了一束花,翻出手机里的婚纱照,直奔前台,请帮我看看苏柔住几号房,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,我想给他一个惊喜。 前台仔细看了看照片,惠心一笑,告诉了我房间号,1823房,我向他道谢后,快速向电梯间走去,很快找到了房间所在的位置。 楼道静悄悄的,我左右看了一眼,从钱包里掏出一张信用卡,插入门与门框之间的缝隙中,咔哒一声,门打开了,这是一间套房,外面是会客厅, 里面才是睡觉的地方,我轻轻地关上门,会客厅里顿时漆黑一片,刚走两步,就感觉踩到什么东西。 打开手机一看,是件米黄色的短裙,正是苏柔的衣服。 旁边还有一双高跟鞋,再往前是一双歪着的男士皮鞋,很明显,苏柔正和周峰在里面的房间颠暖捣缝,卧室里又是什么情景, 是正打的火热,还是已经结束了。 我慢慢向前走去,在即将到达卧室的拐角处,一条淡紫色的钉字裤静静地躺在地上, 我的牙齿咬得嘎嘣作响,那抹紫色就像刀子一样插进我的胸膛,就在这时,突然卧室的方向一道痛苦的声音响起, 不要,好疼,你搞错地方了。 此时怒火已经烧到了头顶,我不再犹豫用力踹向房门,见人。 那门,被我一脚踹开,苏柔保持着狗爬的姿势,浑身赤裸地趴在床上, 他被周峰和一个黑人夹在中间,正满脸惊慌地看向我,苏柔的头发很是凌乱。 身上和脸上还带着水意,不知道是不是银河的泪出汗了, 他的脸色潮红,透着一抹迷人的风情,让人心中忍不住生出罪恶之火, 但我生出的另一股火焰,毁灭的火焰,我目自欲裂地冲了进去, 对一周峰就是狠狠地一脚,老公,你怎么来了? 老婆错愕地惊呼一声,见女人,你还有脸喊我老公? 接着,我愤怒地一巴掌,直接扇在了苏柔的小脸上, 他白皙的脸颊瞬间留下五个手指头印,我脑袋冲血, 一把抄起床头的电话,疯狂地对一周峰的脑袋砸。 死命的砸,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,一心要把它弄死, 苏柔看我发疯的一般打人,吓得脸色苍白,估计是房里的动静太大了, 很快,外面就传来了敲门声,接着两个保安就冲了进来,拦住了我的暴行, 我望着已经昏死在地上的周峰,还觉得不解恨, 伸出脚又给了他一记狠的,我突然地爆发, 差点挣脱开两个保安的稚固,他们更是死死地抱着我, 就在这个时候,门外又有几个保安冲了进来, 连同刚刚的两个保安和那个黑人,直接把我摁倒在了地上, 双拳难敌四手。 我被他们控制住手脚,被关在了一个小房间里,尽管事情闹到这般地步, 我还是没有一丝后悔,只是悔恨自己,刚刚没有多踹几脚, 最好把那个祸害女人的东西给废了。 就这样,我被非法拘禁了三天,期间不停地有人进来殴打我, 但我没有坐以待毙,只要有人进来,我就疯狂地反击,来一个打一个,来两个打一双, 直到他们总是四个人一起进来,我被摁着头跪在地上, 脸贴在满是灰尘的地板,我除了跪过父母以外,从来没有跪过其他人, 老婆出轨和眼前的屈辱让我憋屈得快要发疯。 等到我快要晕死过去的时候,那四个人骂骂咧咧的才停下手, 他们离开的时候,我已经浑身没了力气,像是一条死狗一样躺在地上, 这个家伙还挺能打,什么来路? 听说周先生玩了他老婆,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玩一下, 哈哈,那妞挺不错的,身材一级棒, 来的时候还跪在周先生的床头,嘿嘿,说不定现在正干着呢。 我心里发凉,第一次感到了绝望, 如同狗一样,只能趴在地上,承受得深深的耻辱, 我躺在地上半个多小时,才勉强爬了起来。 三天后,门被打开,一个女人出现在我的面前,跟着我走吧。 说完,她扭头就走了,没有询问过我一句话, 我跟在她的后面,大口呼吸着久违的新鲜空气, 这个女人,我认识,她叫秦轩,是周峰的老婆, 在年前,那个和我有过春风一度的女人。 她怎么会突然找上我,怀着满腹疑惑, 我坐上了她的车,途中,她更是物字抽着烟, 一个字都没有多说,见她没有说话的想法, 我也识趣地闭上了嘴,一路载着我到了别墅区, 一进门就被几个庸人围住,推进浴室, 二话不说,就让我洗澡。 虽然感到莫名其妙,不过还是照办了, 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后, 我才被管家带到了一间卧室门前, 随着门的缓缓推开, 屋里的景象也映入了眼帘, 晦暗的灯光下, 一个身材窈窕的女人正站在窗前, 一根接着一根的抽烟, 阴晕的烟雾渐渐向上升腾着, 女人率先打破了沉默, 淡淡开口道, 你甘心就这样被周峰戴绿帽子? 想起那几天的毒打折磨与无能为力, 不由的心头火气攥紧了拳头, 咬牙切齿地从牙关里挤出几个字, 不甘心。 秦宣轻描淡写地揭露了一个事实, 你这样的普通人是斗不过周峰的。 火气顿时冲上了头脑, 来自自身的弱小无力, 深深打击了我的自尊心,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中, 只有权势和金钱才能站得住脚, 我从未有如此这般渴望过权力, 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。 这声是脆了毒一般, 坚决狠心, 惹得秦宣也转过身来, 透过烟雾缭绕, 仔细打量着我, 我可以帮你。 他摁灭了烟头, 一步步向我走来, 片刻后脱掉了身上的开衫外套, 指于吊带着身, 接着御手俯伤了我的肩膀, 我愣愣地看着秦宣的动作, 眼中近视不解。 谁知下一刻, 他凑在我的耳边, 悠悠地开口, 不如先从报复他的老婆开始。 温香软玉送上怀中, 这血脉纷张的一幕认谁能把持得住呢? 脑海里墨地闪过周锋压在苏柔身上的一幕, 堆积已久的情绪爆发出来, 一把将秦宣打横抱起, 吻在了他细嫩的脖梗上。 周锋, 我也让你尝尝老婆屈居人下的滋味。 梁九, 从酣畅淋漓的情势中抽身, 我在床头柜上摸来了一支烟, 正想点上的时候, 另一只手了然地拿起了打火机, 替我点着了, 秦宣的烟瘾似乎很重。 自己也拿了一根抽上, 我瞄了一眼时间, 已经凌晨两点多了, 可我们两人都没有丝毫睡意, 各怀心思地抽烟, 烟头燃尽, 我扭过头, 开口问道, 你为什么帮我? 秦宣清土烟雾, 并不理会我的灼灼目光, 扯出一个自嘲的笑容, 说来话长。 在秦宣的叙述中, 我知晓了他同周锋的旧事, 其实他们的感情早已名存失亡, 在外面是个玩个的, 互不干涉, 最早周锋只是个穷小子, 是做了秦宣家的上门女婿后, 才借着这秦家权势发家致富, 有了如今的地位和金钱。 当时他就是秦家养的一条狗, 谁知道, 本质其实是条养不熟的白眼狼, 手里拿的权力越来越大, 周锋的野心也逐渐膨胀起来, 甚至想独吞秦家的财产, 他先是买通了秦家的佣人, 偷偷给秦家老爷子的饭菜, 种下慢性毒药, 直到把老爷子要到病岛, 昏迷不醒, 再吩咐人把老爷子藏到自己的私人医院, 一点点把秦家的财产都转移到自己名下, 而秦宣被他一直蒙骗着, 直到老爷子已经病入膏肓, 才嗅到了不对劲, 追查下来, 才得知他做过的这一堆破事。 秦宣此刻的权力已经几乎全部被架空, 是敢怒不敢言, 甚至还要满足周锋变态的癖好, 当时陪我上床, 就是被周锋威胁的, 因为要是不听话, 周锋分分钟就要弄死秦老爷子, 秦宣只好假意装作, 被周锋铺为成功, 变成一个人尽可服的荡妇, 任凭他摆布, 免得他伤害老爷子。 现在, 秦宣看到了同样身处绝境的我, 深知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, 再任由周锋作为作服下去, 迟早有一天, 自己的下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, 所以, 他终于下定决心复仇, 单凭他一人是搬不过周锋的。 于是便找上了同样对周锋恨之入骨的我, 我握紧了拳, 给予他一个肯定的眼神, 我要怎么帮你。 进入正题, 秦宣摁灭了烟头, 向我娓娓道来他的计划, 我早就掌握了周锋很多犯罪证据, 但是就怕他鱼死网破, 伤害我爸。 所以, 一直不敢轻举妄动, 也不敢随便找没有完全交心的人帮忙。 提及父亲, 这个向来坚强冷冽的女人眼中, 也泄露出一丝脆弱来, 所以现在需要你把我爸救出来, 我也就能放手去办了。 心中复仇的火焰越燃越望。 我不带一丝犹豫地映下来, 老爷子就放心交给我了, 你专心扳倒周锋。 我们一拍即合, 计划就这样定了下来, 问题是, 我们现在只知道, 秦家老爷子被秘密送到了周锋的私人医院里, 具体位置和不清楚, 秦轩派去的私家侦探, 也只打探到了一个医生的地址, 我只能从这里开始着手, 要想解救老爷子, 得先知道他在哪。 最好是再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, 混进医院去, 隔天, 我便先溜到小区里摸牌了一圈, 要说周锋没点猫腻我还真不信, 仅仅是他底下医院的一个医生, 就能年纪轻轻地, 在繁华地段买一套房子。 当然, 这小区的治安也很严谨, 要不是秦轩派人提前打点好的保安, 进小区都是个棘手的问题, 他家在二楼, 不好从窗子走, 找开锁师傅的话, 又会惊动邻居, 怕打草惊蛇, 正在纳闷的时候, 我晃悠到了他家门口, 惊讶地发现他家的门锁, 竟然是指纹锁, 我用手掌遮住光, 试探着用手机自带的手电筒照向密码锁的区域, 在一番调整角度的找寻中, 竟然真的隐隐发现了几枚纸印, 分布在012568上面, 看来密码就在这几个数字的组合当中了。 当然, 一个一个是太费时间了, 而且输错太多次会触发警报, 对这组数字, 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, 通常来讲, 家门密码要不是生日, 就是电话号身份证码的尾数, 大概率都和日期相关, 抓住这一点, 我脑海里突然灵光一现, 难道是180625抱着是一世的想法, 紧张地把这串数字输了上去, 叮咚, 警号键一按下, 门应声而开, 密码真的被我是出来了。 第二天, 我就换了一身不起眼的衣服, 再次前往小区, 这个医生叫冯远, 是老爷子的主治医师。 侦探传来的消息是, 冯远今天休假, 他老婆会在早上八点出门上班, 而八点之后, 就是我动手的时机, 我一大早就赶到了小区, 一边在公园里转悠, 一边注意着冯远那栋楼下的动静, 他老婆还真是守时, 八点刚到, 就踩着点出了单元楼, 和照片对比了一番, 我才放心地靠近那一片, 早晨没睡醒的时候, 是最没有防备心的时候, 按照昨天释出来的密码, 偷偷潜入了他的家里, 从兜里掏出一早准备好的电机棍和绳子, 慢慢逼近主卧, 果然, 冯远睡得正香, 毫无戒备。 趁着他没有还手之力时, 我利落地挥了一棒正中他的腿, 奔下电机, 直接给冯远店的浑身抽搐, 两眼疏得瞪大, 你是谁? 几个字从颤抖的嘴里吐出, 整张脸煞食都仗成了猪肝色, 拿过扔在一边的绳子, 麻利地绑住了他的手脚, 这才问出了此行的目的, 周锋的私人医院在哪儿。 冯远被捆住了四肢, 震惊万分地盯着我, 你要干什么? 我抬脚踢在他的大腿跟上。 抬高声音道, 别废话, 否则我废了你。 冯远惨叫一声, 灯石就耸了大半, 乖乖爆出一个地址来, 记下地名后, 我继续盘问道, 秦家老爷子现在是什么状况? 他这下顿时恍然大悟道, 你是秦家派来的。 话音一落, 就挨了我一记手刀, 我警告你, 少耍花样, 快说。 以防他给周锋通风报信, 我顺手把他的手机装进兜里, 冯远颤颤巍巍的, 他每天都会被注射一定量的迷药, 基本每天都在昏睡中, 再这么下去几个月, 就彻底醒不过来了。 听到这里, 我暗暗为老爷子的状态捏了一把汗, 愤恨地朝他踢了一脚, 接着放下话来, 老实呆着。 营救老爷子得在今天之内完成, 只是把冯远锁在家里, 等他老婆晚上下班回来, 自然会得救, 留给我的, 只有半天时间, 不敢再耽搁一分一秒, 我从外面反锁上了卧室的门后, 便快马加鞭地赶往医院, 另一边和秦轩共享了这个消息, 这所私家医院坐落在偏僻的郊外, 是一片带开发的新区, 医院为了私密性, 员工并没有多少, 治安能松懈一些, 我从后门偷偷溜了进去。 穿上刚才在冯远家里顺来的制服, 满天过海地上到了顶楼, 正在暗自庆幸自己的演技过人, 轻而易举地抵达了老爷子的病房时, 便被一个声音喊住了, 唯, 这儿不让别人进去。 我半边身子都僵了, 将口罩拢严实了点, 接着转过身去, 这人是个小护士, 看到我之后明显愣了愣, 接着两眼都能冒出光来, 你眼睛真好看, 是新来的医生。 我怎么没见过你? 将他的神色尽收眼底, 我清了清嗓子, 主动伸出手去, 我是新来的, 以后还要多多指教。 小护士有些激动地握了握我的手, 然后害羞地跑了, 应付完后, 我连忙反身, 进了老爷子的病房, 靠在门上, 全身都泄了力, 大口呼吸着, 这个单间病房私密性极强, 连窗户都封死了, 根本打不开, 至于卫生间来通风, 事不宜迟, 我得先把老爷子的药给停了。 风远说, 每天都会给他输液, 里面都是安神睡眠的功效, 对现在的老爷子来说, 就意味着慢性毒药, 躺在病床上的老人脸上毫无血色, 就如同植物人一样, 安静地沉睡着, 几乎连呼吸都轻不可闻, 学着护士的手法。 我走过去, 轻轻将手背上的针头拔了下来, 虽说是停止注射药物了, 可老爷子一时半会儿还醒不过来, 我只好继续按照计划, 搬来移动病床, 轻手轻脚地将老爷子挪过来, 准备好这一切后, 我套出手机, 给秦轩发了条消息, 一切就绪, 那边回了一个OK的手势, 我接着便戴好口罩, 面色坦然地打开房门, 推着老爷子出了门, 一路走到了电梯前, 时不时用余光扫着周遭来往的人, 忐忑不安地盯着上面的数字跳动, 终于等到了电梯, 我赶忙把病床推了进去, 电梯门开关得极慢, 每路过一个人, 我的心都跟着一紧, 就在我准备松下一口气的时候, 突然从广播里传出一阵响彻整栋医院的报警声, 接着, 一个机械女婴说道, 紧急通知, 紧急通知, 有不明人员混入医院当中, 请各位保持警戒, 立刻封锁医院。 随着这句话的落下, 电梯门终于关上, 我的心灯时凉了个头, 双腿止不住地发软, 转而逼迫自己冷静下来, 秦轩的人就在停车场, 下了电梯就能直接会合, 在心里不断地自我安慰下, 电梯下到了负一层。 我陶夜似的冲了出去, 一边飞速推着病床, 另一边给秦轩拨电话, 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, 我全神贯注地听着话筒里的动静, 额间都渗出几滴汗珠, 孙飞, 一阵车轮摩擦的急驰声钻入耳膜, 紧接着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, 是秦轩, 他带着人来了, 我像是看到了救星, 帮着把病床上的老爷子送上了车后, 我终于能歇息一下了, 心脏突突地跳着, 快要蹦出胸膛似的, 秦轩关好车门, 对我说道, 我们被发现了, 得赶快走, 司机得了令, 车速搜的一下飙了上去, 几乎是飞着出了停车场, 眼前顿时被照亮了, 心脏也跟着复苏了一般, 希望饮满了胸膛, 重见光明带来的喜悦还未消去, 我就在后视镜里发现了不对劲, 有辆跑车在我们后面穷追不舍, 秦轩眯起眼睛, 沉重地开口道, 是周峰的车, 我们的速度当然不能和跑车相提并论, 这车的车速已经飙到了最高, 就这样我们之间的距离也在渐渐缩小, 那辆张扬的橙色跑车在视野里变得越来越大, 看得我们都是一揪心, 周峰的电话就在这时候打了进来, 秦轩本事大了, 还敢从我这里偷人, 免提中传来的声音, 催了冰一般寒冷, 正是周峰的, 气氛顿时僵制住,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, 秦轩咬着唇, 顶着压力一字一顿道, 周峰, 都是你逼我的, 电话那边传来一声痴笑, 不懈地撂下话来, 秦轩, 现在停车, 我还能饶你们一命, 他决然地扔下一句话, 不可能, 说完就率先挂了电话, 车内的氛围因为这通电话, 而变得一片死气, 有人打破了沉默, 底气不足地问道, 小姐, 不会真出事吧? 秦轩眉宇间, 萦绕着散不去的愁绪, 稳住大家的情绪, 去临时, 甩掉他们, 眼看着跑车就追在屁股后面, 手下人按捺不住地开口, 小姐, 越追越紧了, 秦轩烦躁地心头火气, 正要骂过去的时候, 一个微小的声音突然冒了出来, 轩轩, 她的表情顿时僵在了脸上, 不可置信地回过头去, 这声音竟然是从秦老爷子的口中发出的, 秦轩愣愣, 能有一分钟那么久, 紧接着扑了过去, 坐在老爷子身边, 眼泪就掉了下来, 爸, 你醒了, 老爷子浑浊地眼珠一扫四周, 一句话从喉头滚了滚, 费力地说出, 都发生了什么, 秦轩一抹眼泪, 将周峰干的这些事, 全部讲了出来, 听得老爷子脸色愈发深沉,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, 老爷子垂了垂并床, 硬生生自己称坐了起来, 问秦轩要来了他的手机, 问下一个号码后, 很快接通, 老杨, 一时半会跟你说不清, 现在派点人手在高速口堵着, 一连拨了几通电话, 扯着破罗嗓子吩咐下去, 整侧人的心, 这才闲闲放回了原地, 就在这时。 鸣笛声从后面传来, 示威一样响个不停, 老爷子气得不轻, 忍不住骂道, 还真以为谁都治不了他的事吧, 秦轩给老爷子抚着不断起伏的胸口, 让他消消气, 他也蹦跋不了多久了。 老爷子的关系还适应, 没过多久, 跑车的鸣笛声就被警笛声代替了, 两排警车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, 正是浩浩荡荡的, 周峰的车被逼得只得停下, 穿着警察制服的人下车, 将车里的周峰考着手带了出来, 看到他被压制出来后, 悬了这么久的心, 终于能放下了。 摇摇望着他的身影, 我心里那道砍, 终于能踏过去了。 秦轩成功揭发了周峰干的那些事, 法院向他提出了公诉, 恕罪并罚, 看来判个几十年是没问题了, 而曾经背叛过我的苏柔, 见周峰大势已去, 只能灰溜溜地回来找我, 看着哭得离花带雨的苏柔, 我心里却已经激不起任何波澜了, 我不爱你了, 苏柔, 离婚吧。 可能也是愧对于我, 苏柔不再坚持, 同意了离婚, 念在我曾经也对不起过她, 也算是和过去画上界限吧, 我选择了净身出户在这段婚姻中。 我们或多或少都有错。 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, 我也不想再追究什么, 各退一步, 就是最好的结局, 我准备离开这里, 换个城市生活, 临走之前, 我再去见了秦轩一面, 她对我的帮助很是感激, 给我打了一大笔钱, 够我活两辈子了, 秦轩的态度很坚决, 硬是让我收下, 替人办事, 这是你应得的。 见她这般固执, 我不收到还显得不够意思了, 老爷子身体怎么样了? 电话那边的声音带上了几分愉悦轻松, 好多了, 每天都在医院调养着。 看到这边的一切尘埃落定了。 我也能放心地离开, 我准备走了, 可能再也不回来了。 秦轩顿了顿, 有些意外, 思量之后, 还是尊重我的决定, 一路顺风。 这里承载了太多美好或者痛苦的回忆, 这一别, 可能就是永远属于我的崭新生活, 还在后头。 我去试炼我了, 最后来会唱到这里。 如今大学后, 请不回答菜式。 威興奉的聪明中, 您就是你跟 simplesmente